赠人玫瑰 手勇余香 大家好 这里是禅佛 内丹学的人体系统工程实际上是对人体精气神三大要素的修炼 它追求一种人生的最高艺术境界 这种人体系统工程是一种参天地 同日月 气造化 反自然的开发人体潜能的工程 它追求天人合一 后天与先天合一 人与道的一体化的境界 这种境界就是先人境界 因之内丹学也称道教 自唐末五代以来 内丹学门派林立 先是由以虚无为本 顿超止入的文史派 又有性命双修 炼仰阴阳的少阳派 少阳派中又有南宗 北宗 中派 东派 西派 五六派 青城派 三丰派等内丹门派 至今仍在繁衍 另外还有天元 人元 地元 三品丹法的说法 将内丹门派分为上下 正邪等不同品级 为了揭开内丹道教之密 我们不妨认真考察一下 这些众多的门派是怎么创立出来的 各丹派宗师是如何成名的 像宗黎泉 吕洞宾那样的先人和我们相去甚远 虽然他们的法身据说还在劝势度人 但我们毕竟没有亲见他们色身修炼成仙的过程 没有和他们一起切磋学问的机缘 因之上难印证 钟离泉时事吕洞宾 逆寿先觉 飞升天界的传说 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 从近世民小梗 黄元吉 刘明锐 赵碧晨 乃至吴芷渊 陈英宁等内丹学家身上 勋电端倪 近代内丹学家陈英宁先生 为研究实践道教耗尽一生心血 他能诗能闻 有道教著作传世 社会影响颇大 他的书中自称于光绪23年 西元1897年 在安徽省怀远市 与义人相聚20日 受以胎息法担绝 约定日后建于黄山之下 这段记述与史记刘侯世家中张良 在下批仪上与黄石宫的故事相类 然而陈英宁1953年写的自传中 没提此事 却说自己遍访名山 求诸多禅师高道 都是空跑并无结果 我想这样寻访 白费光阴还不如自己看书研究 遂下决心阅读道藏 由此可知 苦读丹经是误解丹绝的根本途径 此言不虚 陈英宁答上海潜心军期问中又说 比如我自己是个学仙的人 设若侥幸将来修炼成功 必有特异之处 可以显示给大众看见 倘若不免老病而去 又无丝毫神通 你们切切不要轰云拖越制造谣言 说我已经得到 免得欺骗后人 像这一类的事 前人书中常有 我看了甚为厌恶 所以我自己不愿倒这种漏袭 今世修炼神仙之术 能完全成功的我未曾见过 但一半成功却是有的 然也不足为奇 这全靠我们后起之秀 发愤有为方可登峰造极 超过前人 陈英宁以下两本自主单书 一曰学仙必成 是讲清静丹法的 其要诀为胎息 一曰参同器讲义 是讲阴阳丹法的 其要诀为和气 这大概是他多年 仿道参悟而来的 丹家之秘吧 这些丹派宗师的常名 或者靠灵解妙物 或二者兼有之 然而要苦读丹经 而灵解妙物 如陈英宁诸前辈 要入室静坐 而真修实证 如五指渊诸前辈 都需要下一番死功夫不可 今人对丹经中 预先得到的故事听得多了 总想自己有一天突遇仙人 受上几句丹诀 得一本首传丹经 便可得立地飞升之效 一些庸才因机缘巧合 曾被某丹派宗师收在门下 听到过这丹师的直言片语 保存有丹师授课的首抄讲义 便以为得了真传 打着这些丹派宗师的旗号 招图骗钱 实不过是盲师隐瞎徒而已 内丹法觉全要靠自己 下死功夫摸索 在苦读丹经 多方修炼 狠力摸索中 突遇真师一句点破 恍然隐悟 这叫心有灵犀意点通 有时丹师自己茫然不觉 无意中说出的话 徒弟反而有此顿悟 也是有的 内丹道教之徒 应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并非仅靠某一种方术 才能达到新人境界 学道者摸索的途径不同 误解丹经或真师典化的焦点不同 便是形成诸多丹法门派的原因 内丹学千门万户 从功法上讲 无非是阴阳双修和清静孤修两类 或二者相互结合形成的门派 清静孤修派中 实际上不外胎息法门 止观法门 存思法门 炼器法门 采日月精华法门 壁谷法门等 都是古先行之有效的老法子 实际上唐代以前的古人 功法朴拙 更易开发人体潜能 得道成仙的人更多 后世丹法繁文乳结 蝶床架屋 得觉离修习更难 丹家明白反谱归真的道理 才能抓住要害 破解各门类丹法秘诀 阴阳双修派中有 栽阶法门 财补法门 和门法 感应法门等 也不难寻流溯源 揭开其中的隐秘 道教修炼虽然分诸多门派 但根本要决 都要从《道德经》中 至虚极 守禁度 六个字做起 都要在人体 精气神三大要素上下功夫 这个功夫 少则三年五载 多则几十年 要万元放下 将虚极横长四字 变成自己的人生体验 这岂是那些满脑子功名利禄 沉溺于官场 情场 市场的人所能办到的 修道者真想得到 仙人境界的生命体验 就要学王重阳 做活死人的榜样 那单道教修炼 既然虚下三年五载 活死人的净功夫 则入手之初 必须先做好准备 安排好个人 家庭 及与之关联的社会事物 以解脱俗缘之类 俗缘未尽的人 是无法安心修道的 单家修炼 需与道友相互切磋 和彼此照应 尽管是清净 孤修法类的单师 也应邀及三五道友 作为伴侣 同修同正 同时还要备足 这些人的生活费 医药费 旅游费 营养费 提供人身安全保障 才能择地入室修炼 单师以背山面水 向阳避风 多植松柏 泉水叮咚 清静优雅 生活方便 室内光线不明不暗 空气新鲜 洁净无菌 陈设简单 所居之地 以人体工程的进度 每阶段有不同的要求 内单学要花十来年死功夫 从根本上变化的体质 开发人体潜能 凝炼人体精气神 这需要外部环境和人体的内部环境相适应 以便发生天人感应的作用 初观仙树 需选择山明水秀 土厚树茂 生气聚集的地方 单家要借天地之生气 陪补人体元气 以行炼精化气之功 中观仙树 须则动天伏地 超尘绝俗 松青竹翠 彩云霞光的灵气凝结之地 单家阳神出窍 须借天地之煞气 战胜邪魔 以上是单家流传的说法 需要读者自己参详 内单道教将精 气 神 作为人体生命的三个基本要素 誉为三宝 是炼丹的药物 内单学有三大要件 药物 顶炉 火候 弄懂这些是修行内单功夫的理论准备 人体的精 气 神 有先天和后天之分 后天的精 气 神 是呼吸气 交感情 思虑神 属有形有相 人为的东西 先天的精 气 神 是无形的 自然本能状态的 功能性的 超越时空的东西 先天的精 气 神 在内单学中称作元精 元气 元神 他们分则为三 何则为一 既是生命运动的三个层次 又是属于同一个生命运动的三种表现形式 人的心理系统中的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 都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 大自然赋予的重要心理功能 人的无意识活动绝不是一种 无足轻重的自然现象 而是人类进行生存斗争 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潜能 内单学以开发人体潜能为目标 将练心功夫贯穿人体工程的始终 柳华阳金仙正论说 盖己者即本来之虚灵 动者为义 敬者为性 妙用则为神也 说明内单学注意到人的意识 是分为不同层次的 内单功法在入境初期 一切杂念 游思都属于神识的活动 通过常意识的自我控制 可以凝联为意念力 集中意念力又能开发 深层意识潜意识 潜意识是一种非理性的意识 包括人们平常不易察觉的 童年记忆和隐藏的性欲 各种人生欲望 心理创伤等 这些潜意识在背后 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程序 人们可以从梦境 幻觉 灵感 直觉 精神病等心理状态中 破译出潜意识的原形 内单功法中出现的不良心境 恶劣情绪 各种魔境 幻觉等 都是潜意识作怪 内单功法要净化潜意识 并通过一定方式 如熟读丹经 牢记师傅 背诵口诀 默念咒语 反复训练等 将炼丹的程序编码输入潜意识之中 使之转化为真意充当引导炼丹过程的黄河 潜意识可以在内单修炼中逐步人格化 明炼为阴神 阴神是人格化了的潜意识 可以脱体而出 具有透视 摇感 预知等超心理学的人体潜能 人类心理的最深层次是原意识 在内单学中称作原神 在内单修炼到原意识显现时 成一种极端清醒却毫无思维的心理状态 这说明原意识是比潜意识更深一个层次的意识 是一种遗传的本能意识 原意识是人类在漫长的生物进化中 遗传在头脑中的尚未开发的信息库 它包藏着生物进化史上曾经有过的智慧和能力 是人身真正的自我 因之单家也称之为主人公 原意识在内单学人体工程中 通过开发和凝炼 可以逐步人格化为阳神 这样内单学实际上是一项 凝炼常意识 净化潜意识 开发原意识的人体系统工程 阳神是原神的凝聚体 有成熟的人格 可以脱体存在 是人的身外之身 单家称作法身 内单学中还有一最重要的理论 是关于先天仪器的学说 内单学认为 在宇宙未创生之前是一片虚无 当宇宙创生之时 先有一器产生 单家称之为原始先天仪器 真以祖器 太以含真器 这种先天仪器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初始信息 是宇宙本源的节律 是生机勃勃的道气 内单学的清净功夫或阴阳功夫 都是要通过阴阳交感的原理将先天仪器 招射到体内 使自己的身心与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 返回到先天的道的境界 内单家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还须的步骤 也是要通过原神的激发 在量子层次上调携人体节律和宇宙的内在节律 使原意识凝聚为阳神 在人脑与宇宙的同构感应中达到天人合一的绝对境界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禅佛频道 请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